咸豆浆钙含量增加 防击少症,骨松 一般人吃中式早餐,一定要来杯豆浆 不过内行的老涛更知道点咸豆浆 咸豆浆是姜醋加进豆浆中的吃法 豆花般绵密的口感,配上菜腐、油条、白醋等口味混搭 说吃起来像粥品 到底咸豆浆有什么魅力? 豆浆加醋,凝固后钙含量增加 咸豆浆对于骨质疏松症或积少症有帮助吗? 台湾陈伯晨医师说,豆浆是由黄豆制成 黄豆营养价值高,但加工成豆浆后,带含量变少 而咸豆浆的做法是将醋加入豆浆,有凝固的效果 可能产生醋酸钙,让豆浆变成豆腐花 但整体钙含量会增加 陈伯晨说,自己也是咸豆浆爱好者 更喜欢食用时再加入鸡蛋 不仅热量低,也会让蛋白质增加,营养更丰富 长辈必练,高CB值激励运动 除了吃咸豆浆能补充钙质,高年级生还有什么方法练激励 降低罹患肌少症,骨质疏松症风险 台湾物理治疗师胡亦为表示,自己在诊间会建议长辈 一定要每天出门一趟,让自己有接触太阳的时间 也可利用不同地形训练平衡,像是阶梯或路面 因为变化多,能提升肌肉因变利,效果比在家运动好 长辈若想居家运动该怎么做 胡亦为说,多动,多走,动作放慢,动作变大 是在家运动最重要的原则 这样全身使用的肌肉就越多 以下胡亦为示范长辈能做的超慢跑 一,动作要放大,放慢,单脚站立地面的时间就越长 像太空漫步一样 二,手部动作要注意,肩膀要提起来 手往后转开,才能避免五时间形成 手,脚步同步的运动,可以训练平衡跟协调能力 三,慢跑标准是动作放大,变成做跑步慢动作 右手伸出敲打左脚膝盖 四,也能换成慢跑变化版 脚踢直 整套运动做完之后 大腿会很紧,很酸 整个身体都运动到 并达到训练肌肉协调性 胡亦为提醒 身体协调不好 平衡就会越差 因此不止激励,耐力,平衡力 协调力对长辈来说 预防跌倒跟骨松都很重要 健康生活编辑部 完之后